在一座蓝若寺中有一对双生狐妖熊妹 哥哥倩狼化作妹妹小倩的模样 专门吸取男人的精气 而哥哥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因为妹妹被老虎精封印在蓝若寺中 无法对抗老虎精的倩狼 只好一边保全妹妹的性命 一边等待救出妹妹的机会 而现在他们的机会出现了 这个穷书声名叫宁采臣 今天准备上京赶考 路途上他遇见一位捉妖人艳凶 这个艳凶也很奇怪 一见面就问他是不是人 宁采臣奇了怪了 我不是人还能试妖吗 艳凶听完嘱咐他安全上路后 便迅速撇人了 宁采臣来到京城路口 首尾表示天色已晚不给京城 便给他指了条路 让他去蓝若寺里度过一晚 宁采臣进到寺中 里头除了一尊佛像和蜘蛛网多了点外 似乎没有什么危险 宁采臣睡醒后 在寺中寻找能够进行学习的地方 好不容易找了间干净的房 结果艳凶却出现了 原来这间房是艳凶住的 虽说蓝若寺是寺庙 但里面一个和尚都没有 大多只有上京赶考的书生 才会在这儿借住一宿 得知宁采臣的情况后 艳凶便让他随便挑间房住 宁采臣可高兴坏了 不仅有地方住 还能有书读 美滋滋啊 可到了晚上 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 那间有佛像的庙 却成了座青楼 好奇的宁采臣走进去 一探究竟 里面除了一群青楼女子外 中间还坐着男狐妖倩郎 不知情的宁采臣 见对方桌上一壶美酒 便凑上去讨酒喝 倩郎看着这人也满脸奇怪 这穷书生近来不是寻欢 却是讨酒喝 看着那边满脸春光的男人 这才是进到青楼的标准男人嘛 这一屋的女子都不用你出钱 允许你白嫖 虎妖倩郎拍着胸膛表示 可穷书生宁采臣是真的奇怪 我一心只为读圣贤书 犹如斯文的事 我可绝对不干 倩郎这一听 只好放起大招 你这样子是不是不行啊 男人可不能说不行 要不我把妹妹小倩给你介绍过来 宁采臣这一听 可不能丢了男人的尊严 行 老子行得很 说吧 倩郎便走出门外 化作妹妹小倩之身 上前一番引诱着宁采臣 可宁采臣截身自号 连忙推开小倩 就在推档过程中 小倩突然发现了宁采臣手上的一道印记 连连说着她是来解救兄妹俩的 可宁采臣啥都不知 只好撒腿就跑 第二天一觉睡醒的宁采臣见青楼不见 便以为是场梦 他找来燕凶在寺中散步 结果却在屋内发现了一名男尸 死者正是昨晚在青楼寻欢的男人 宁采臣将昨晚的事告诉燕凶 对方一听就知道 是胡妖兄妹出来撮腰了 可燕凶调查整整一天都查不出蛛丝马迹 为了保护宁采臣 他决定和对方待在一起度过一宿 可万万想不到 隔天又出了命案 眼见身为捉腰人的燕凶没有办法 宁采臣决定等到晚上 亲自去找胡妖倩狼 以问究竟 可晚上到了青楼 里面除了一群女子外 根本见不到倩狼 宁采臣挣脱了女子们的拉扯 却误打误撞在湖边碰见了倩狼 天性善良的宁采臣 不愿相信胡妖兄妹是害人的妖物 想要问清命案的真相 可倩狼却躲闭眼神 不敢说出事实 此时燕凶也赶了过来 想要娶倩狼一命 突然之间四周传来诡异的低语 倩狼知道那就是控制胡妖兄妹两人的反派老虎精 他连忙带着两人躲进山洞 以来躲避老虎精的抓捕 为了解答宁采臣的疑问 倩狼决定道出真相 在上一世中 兰若寺中的僧人佛器凝聚最深 因此被老虎精盯上 想要吸取佛器来增强实力 可宁采臣作为寺中佛器最重的僧人 老虎精必须让他点少佛器 以来进入兰若寺 于是老虎精挟持了倩狼的妹妹 让倩狼去接近宁采臣 让其染上妖器 可倩狼和宁采臣也在一天天的生活中 不经意间做了十年的兄弟 可最终老虎精抓住机会 进攻兰若寺 杀死了寺中包括宁采臣的所有僧人 将他们的尸体炼成一颗丹药 而先前被谋害的两名男子 也都是老虎精下的毒手 疑惑解开后 现世的宁采臣也选择了原谅倩狼 并答应帮其救出妹妹 而唯一能击败老虎精的方法 就要靠捉妖人燕凶身上的那把仙剑 为了不被老虎精察觉 宁采臣提议去当诱饵 倩狼将他带到老虎精面前 宁采臣抓住机会挥刀砍去 却被老虎精直接施法击晕 就在吸取宁采臣的精气时 倩狼及时出手 逼退了老虎精 可老虎精召唤出倩狼妹妹小倩 威胁着让兄妹俩魂飞魄散 此时燕凶赶了过来 他施动法力 让妹妹作为剑灵 进到仙剑 这样就能保住妹妹的魂魄 随后燕凶发动剑气 把仙剑直插老虎精 正当他们以为消灭了对方时 老虎精却用最后的法力 带着燕凶跟着自己陪荡 可怜了一路陪跑的燕凶 帮了主角异行人 结果自己却没了 埋葬好燕凶后 宁采臣便和倩狼 继续在这一世 陪伴在彼此身边 做最好的兄弟 这部电影或许让人看上去 有点犯迷糊 但其实是因为 他有大量剧情遭到了删减 而片中还有许多暧昧的情节 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去观看全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南湖聊斋2 蓝若四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